问一得三 孔子的儿子叫孔利 与孔子的弟子们一起跟孔子学习 有些弟子就背着孔利偷偷地议论话 先生一定对自己的儿子格外关心 教他一定比教我们 对我们肯定有所保留 有一天 有一个叫陈子琴的学生就问孔利 你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 一定比我们多 孔利很老实地回答说 没有啊 有一次老师一个人站在庭院当中 问我有没有学过诗经 老师说不学诗经就不会说话 从那次之后我就开始学诗经了 还有一次老师问我有没有学过礼 并说不学礼就没办法在社会蜡烛 我听了他的说话就去学礼了 就是这两件事 陈子琴听完了孔利说之后 连忙说好 之后陈子琴就很高兴地向同学们报告 我问孔利一件事 他就告诉我三件事 第一我知道老师要我们学诗 第二知道老师要我们学礼 第三我知道老师对自己的儿子 和对我们都是一样的 孔子的其他弟子们听完之后 从此就解除了对孔子的误解了 这个就是问一得三的故事 他用来表示问一件事 他得到解决三件事的办法 形容以小求多 形容以小求多 我应该说几乱了 我以后有时就要在几乱了 我应该说得到解决三件事